结婚纪念日 白家说要给我惊喜 我如约来到画室外 却看到他免费给我学弟当人体模特 生什么气啊 你以前也是画画的 应该欣赏这种艺术 我钻井不太灵活的手指 那是大学为了救白家 被人生生割断过筋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他为了把我绑在身边 花钱请得混混 我彻底死心提出离婚 却换来无情嘲笑 别闹除了我 谁还会养你这种废物 什么高领校草只配给我洗脚 后来我从他死对头房间 衣衫不整走出来 白家红着眼发疯了 我冒着大雨匆匆赶到画室外 却只看到一幅不堪入目的画面 白家躺在玫瑰花堆里 一个年轻男人就坐在他前面 在画板上涂涂画画 家家再侧过来一点 这样我看得更清楚 对你的身体太美了 长着一张清纯脸蛋的白家 此时却眼神寒情默默地望着男人 我神色淡然推开半眼的门进去 不过两人丝毫都不慌张 随意瞥了一眼把我当空气 白家娇笑了几声 用眼神示意男人把油画拿下来给我 他说这就是送我的纪念日礼物 你手指废了 没法再画画 我只好找你的学弟来代劳了 说到学弟两个字 我这才把目光投向画画的男人 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存在 知道他叫陈兆 他也正笑嘻嘻地望着我谭学长 久仰大名 大笑草家学霸就算毕业这么多年 老师还总会提起你这个天才画家 说到最后几个字 他刻意放缓音调 眼神往下撇过我垂在腿侧的手 白家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一样 笑得前仰后合 什么高领笑草现在只配给我洗脚 我瞥了一眼油画里的女人 我的妻子 没有觉得多生气 只是有些疲惫 随手扯过一块布扔到她脸上 你不嫌这样难看 我还觉得丢人 白家扑斥笑了 似乎以为我在吃醋生气 生什么气啊 你以前也是画画的 不该欣赏这种纯洁的艺术吗 还有这个画室 是我送给陈兆的生日礼物 不错吧 我深吸一口气 钻紧不太灵活的手指 那是大学为了救白家 被混混声声割断过精导致的 白家我们离婚吧 当初是她费尽心机 把我追到手 现在又弃之如履 以羞辱我为乐 我已经忍到尽头 白家愣了愣笑得直不起腰 你不想给你妈换肾了 她每个月光是吃药 疗养渗透息的费用 就要大几万离婚 没有我养着你 就是个废物 出去连几千块的工作都找不到 回想这两年 白家做的荒唐事不少 她本来就是千金大小姐 大学追我的时候 还能装出一副 清纯天真的样子 耐心哄骗我 结婚没几年 就嫌我冷淡没情趣 开始暴露真面目 曾经她最爱的 就是我清冷骄傲的样子 她说最爱看我 专注画画的身影 现在她嘴里 却是一口一个 整天百个死人样 丧着脸真晦气 疯狂的时候 一夜点几个少爷做陪 故意让我去看她和别人亲热 也不是没有 只是我次次都表现得很淡 然惹得她越来越生气 所以这一次 她故意找陈照这个 和我同样是 Q大美院出来的艺术生 而且一改之前 寻欢作乐的样子 足足大半年 都像是怀春少女一样 和陈照如胶似漆 对她有求必应 我忍不住低声自嘲 怎么赚不到钱 我不是还有这张脸 这副身材吗 白家伺候你也是伺候 那我去找别的富婆 不也一样 白家脸色 瞬间变得阴沉不过很快 她又笑了 差点就被你唬住了呢 毕城圈子里的千金阔泰 哪个我不认识 只要我不发话 谁敢包你 谭莫我真是太宠你 聊不出去吃点苦头 你是不知道 跟了我是你几辈子 修来的福气 她套上衣服 把豪车钥匙丢给陈照 宝贝我们开车 去酒店庆祝姐姐 即将恢复单身 陈照眼睛放光 拉过她狠狠亲了一口 周三 是我妈例行去医院的日子 我和平常一样 过去陪她 她又带了一大包 亲手做的卤菜 叫我拿给白家吃 我神色冷了冷缩 以后再也不用费心费力做了 我妈很吃惊 脸色这么难看 跟佳佳吵架了 我摇摇头 想到她等会儿还要检查 我没有把要离婚的事说出来 免得她情绪激动 其实就算没有离婚的事情 白家也看不上我妈做的菜 有次我看到她 随手把保温袋扔给司机 以后这种东西 你就拿走吃吧 扔垃圾桶 我都嫌麻烦 我妈还在叙叙叨叨劝我 说白家是大小姐 难免交惯一点 我应该多让着点她 更何况这几年看病的钱 所有的开销都是白家给的 妈我不欠她的 大四那年 为了就被混混骚扰的白家 我手指被小刀割断金 当时白家动用家里关系 说是找了最好的专家 却说我的手 只能恢复到不影响正常生活 想做画画 这类需要精细操作 和极高稳定性的事 不可能了 这场意外让我整整颓丧 那大半年才勉强走出阴影 也是因为白家在那时候 不离不弃的照顾和安慰开导 我才会感激心动一毕业 就和她结了婚 我妈深深叹了口气 知道不能画画 始终是我最大的心结 都过去了 还提那些做什么 好好过眼下的幸福小日子 才是最要紧的幸福 这个词太可笑 曾经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努力忘掉过去的荣誉 安心待在家里 把白家照顾得妥妥贴贴 我们也曾甜蜜过一阵 可惜不到一年 她就暴露本性 总是在外拈花惹草 哎呀 我现在进爸爸公司做事 免不了有酒局 都是逢场做戏 一开始我姓郎 默默在家炖好汤 等到凌晨 服侍最熏熏的白家 洗澡睡觉 好姐妹出来聚聚 大家都带了玩伴 我点个少爷 冲冲场面怎么了 看着他脖子上的 大片红痕 我越来越沉默 你总冷着个臭脸 给谁看我欠你钱了 不想再过多回忆 这些年的煎熬和内耗 我起身打算去 付医药费银行卡被冻结 我皱起眉连续换了几张 全都是一样的结果 后面排队的人 开始不耐烦地催我快点 我连忙给白家 打去电话询问 得到的却是他的肆意嘲笑 是我申请冻结的怎么了 你不是闹着要离婚吗 现在没钱付医药费的滋味 好不好受 谭默 你好好给我道歉认错 我就把卡重新开了 我猛个挂断电话 白家做事太绝了 我所有的卡和账户 都是绑定在他名下附属里 我的钱你随便花 就是必须要让我知道花在哪 他的理由是担心我会变坏 在外面花天酒地 所以才会这么做 现在他不顾我妈的病 居然用我最在乎的事情 要挟我 谭默真的是你啊 一道陌生 但又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回头一看 愣住了 简云丝今天谢谢你 替我垫付药费 回头我转给你简云丝 随手聊了一下波浪卷发 笑过之后 表情又有些疑惑 你刚才是怎么了 就这点钱还半天付不出来 我打量着他多年未见 曾经的笑花 变得更加成熟 名艳动人 反观我自己 简直狼狈不堪 见我只是苦笑不说话 简云丝失忆了一会儿 说他是因为爷爷病了 所以连忙飞回来 又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我大三出国 后来听说你一毕业 就和白家结婚了 提到白家他眼里露出 毫不掩饰的吃笑和鄙夷 我也是真好奇 白家那种人 居然也有这么大的魅力 能让我们大笑草舍身救人 还甘愿做家庭主夫 听到他毫不留情地嘲讽我 并不觉得意外 大学时我就知道一些他们的事 同为毕城的富二代大小姐 两人小时候甚至在做过邻居 可惜不是好姐妹 而是互相看不上眼 尤其是白家根本把简云丝 当成了死对头 因为从小到大 简云丝无论是长相身材 还是学习 都处处压他一头 我淡淡回了句 别提了正打算离婚 简云丝脸上闪过惊讶 似乎还有一丝喜色 他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如果有找工作的需要 可以到他公司试一试 我说了句谢谢神色落寞 在我心里最爱的始终是画画 从小到大 我没有想过将来会做别的事 简云丝悠悠叹了口气 一看到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你放不下画画 我翻开双手 正正盯着上面的疤痕 那些混混下手狠的药命 连一只好手都没给我留 不然再找医生看看 过去了这么多年 说不定医学技术更新进步了 能治好你的手呢 我难受得摇摇头 白家这几年虽然对我不咋样 但那位专家 还是每年都会给我检查评估 结果从来没改变过 就是毫无恢复的希望 简云丝盯着我手里的检查单 露出思索的表情 即使你现在找一份工作 短时间也承担不起 就算离开她 我也可以靠出卖色相棒富婆 实际上我真没做好 这种心理准备 尤其是和白家结婚后 多多少少也了解 一些圈子里的风气 越是有钱的人 积攒的压力也越大 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金主 不论男女折腾起人来 一个比一个变态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 那个勇气和底线迈出那一步 简云丝眨了眨眼 忽然对我灿然一笑 所以谈大笑草 有没有兴趣跟了我 离开医院我就给白家打去电话 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今天就把离婚手续办了 半小时后 白家的跑车就风驰电掣 停在我面前 她脸色阴沉 眯着眼盯住我 我把卡冻结惹恼你了 我什么也没说 指了指大门 示意她进去 谭莫 我最后再给你一个台阶 现在上车跟我回家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不喜欢陈赵 我这段时间不去见她就是了 我单手插着都语气不耐烦 白家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我竟然不知道 你还这么爱我 看我真的要离婚后悔了 白家的脸 瞬间仗红猛地推开车门 离就离 但是我告诉你 以后你再想求着我回来 就不可能再当 名正言顺的老公了 得像年轻弟弟一样 舔着我捧着我懂吗 呵呵 真到了那时候 你一个老男人 我还未必看得上 我二话不说 率先朝大门走去 背后传来重重的高跟鞋声音 听得出来主人异常愤怒 最后签字时 白家还有些犹豫 偏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神色冷漠 继续摆着他所谓的死人脸 得到了一声冷哼 拿着小本走出名正局白家 把包包一甩 周日有个慈善拍卖会 有你很喜欢的一位大师画作 本来我是想带你去的 没想到你自己作死 那我就带陈赵去了 我完全无视他的挑衅 展颜一笑 白家我们周日见 说完也不顾他的追问 我扭头就走 简云斯刚发来消息 让我去店里拿定制的西服 我顺便做了个造型 穿上衣服后 看着镜中的人 突然觉得有些陌生 一只鲜鲜玉手 搭在我肩膀上 简云斯青笑 这才对嘛 你现在才像我认识的大笑草 人群里发着光的王子 我眼珠笑夸他 才是所有人瞩目的焦点 才对 一身高定剑变碎钻蓝裙的简云斯 简直美得有些不真实 他轻轻靠在我肩头神色 有些怀念 美愿的笑花笑草 终于又双剑合毙了 当这样的美人 挽着我手出现在白家面前 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周日我准时出现在拍卖会现场 也如我所愿 遇到了盛装打扮的白家和陈兆 陈兆满脸掩饰不住的喜色 一直在东张西望 他比白家还要先发现 我看到我挽着的女伴侯一愣 随后露出幸灾乐祸的鄙视笑容 白家带着他走上来 对我身边的人喊了一声陈一 比起陈兆他的脸色要复杂许多 有讽刺也有恼怒 我不是跟大家打过招呼 谭莫虽然跟我离婚了 但他毕竟是我前夫 谁要是碰他就是不给我面子 陈一笑呵呵地叫他 别那么大火气 你也只不过是圈子里的小公主 又不是女皇 还真以为谁都要怕你啊 你爸见了我 还得三分客气呢 你这么跟我大呼小叫的 说完他还冲晨兆抬了抬方向 再说你现在不多有心的小男友了 怎么了 还对谭莫念念不忘 还是爱着呢 白家猛地攥紧手 脸色闪过气脑 和几分不自在 呵呵您真会开玩笑 多玩腻了的人 还有什么值得我惦记的 陈一也没反驳 我只是友善地拍了拍我手背 说他先过去和老熟人打个招呼 我十分绅士地松开手 请他自便不用考虑我 哎哟 你可是某些人的心肝宝贝 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了 白家还以为这话指的是他 等人一走就迫不及待 对我白脸色 离婚还不到七天 你就迫不及待爬床献妹 这么多年装得多清高冷淡 演技可真好啊 他冷笑着说陈一喜欢折腾 人的手段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 好多身强体健的男大学生 都扛不住跑路 你是没羞耻心摇头摆尾给人当狗 我却丢人丢到家了 怎么会瞎眼嫁给你这种烂货 陈赵假惺惺在一边帮腔 说我要找也找个年轻漂亮的 怎么找了那么的老女人 那年纪都能当你奶奶了吧 这话一出白家狠狠瞪了我一眼 表情更臭了 我眉毛都没动一下 一点不介意他俩的轮流羞辱讽刺 望着姗姗来迟的简云丝 我眼眸微亮对着两人 故意气人的露出无辜表情 谁跟你们说我傍上陈怡了 简云丝已经走到两人身后闻言一笑 是我拜托陈怡关照一下我男朋友的 有意见也麻烦你憋着白家瞬间瞪大眼 像见了鬼一样猛然回头 看清楚人的那一刻 他嗓音突然尖锐起来 简云丝 你什么时候回国了 你个贱人 就那么喜欢抢我的男人吗 比起白家的愤怒 我反而有些惊讶 没想到简云丝这么给我面子 居然直接对外说我是他男朋友 但是一想到他和白家一直互相厌恶 我也就理解了 也许这么说 才能更刺激对方 事实也是如此 白家气得都快把裙边扯烂了 呛 简云丝冷笑 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 到底是谁抢谁的 你心里有数白家被噎了几秒 慢慢回过神 脸色也好了不少 哈哈 我差点就忘了 你现在只是捡我完你了的男人 在这一点上 你永远都输给我 逞完威风 他踩着高跟鞋昂头挺胸 往拍卖会场里走去 陈赵一步一驱跟在后面 朝我和简云丝看了眼 我知道他主要看的还是简云丝 眼里流露出 莫能完全演示好的经验神色 以及对我的嫉妒 也不知道是凑巧还是特意安排 我和简云丝的座位 居然和白家挨着 拍卖时 他简直就盯着简云丝不放 只要是简云丝举牌的 他必抢无疑 简云丝并没有被激怒 始终带着优雅的笑 时不时跟对方抬抬价 那姿态 简直就给逗狗玩似的 下一幅拍卖品 是国宝画家威廉李夫人的作品 我眼睛突然发亮 威廉李是一位传奇女画家 曾是底层出身 却受到新思想的冲击 远渡重阳去意大利留学 这幅画叫《知爱的人》 可画里却是一幕风景 根本没有人 然而这却给这幅画增添了神秘艺术气息 哪怕只是威廉李的早期不成熟制作 却被受追捧 白家第一个举牌 还向我投来挑衅的眼神 他知道我爱结了这幅画 肯定不想让简云丝拍下 不只是他们俩 场中还有一个富豪 富豪也始终执着于举牌竞价 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很快 价格节节攀升到了近千万 主持人中场叫停 请出了一位三十出头 气质儒雅的男子 这幅画是奶奶最珍惜的作品 之所以愿意拿出来慈善拍卖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能寻一位有缘人 威廉李的后人金先生说 他不愿意看到大家为了画炒出天价 而是想听一听三位竞拍人 对这话的理解 谁说的最得他的心意 谁就是画的新主人 另一位富豪率先举手表达 男子只是微微点头 什么没太大变化 陈兆夫在白家耳边说了句什么 自信满满地举手发言 他从威廉李的人生经历 讲到他的画际层次变化 专业十足 侃侃而谈 金先生眼带微笑 时不时点头鼓励 白家越来越得意 面露红光地瞥着我 似乎化作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陈兆足足说了十几分钟 恨不得所有人知道 他多有见解才华一样 我却听得直皱眉 这根本就是在学校课本上 看到的知识而已 也就场中这些人 不是艺术专业的 才会被他忽悠到 所以这幅画 就是威廉李夫人 用以风景比喻人 纪念自己出国后 遇到爱人的美好景象 我再也忍不住 发出一声吃笑 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目光 陈兆脸色一沉 谭学长 请问你有什么高见 我毫不客气 当场讽刺他刚才说的 全都狗屁不通 感受到四面八方投来的 看戏眼神 陈兆脸色难看得要命 白家却赤笑一声 叫我继续说 评判的是人金先生 可别到时候被狠狠打脸 那就丢人了 我自信一笑 冲金先生礼貌点头之后 开始讲述 大众都知道 威廉李夫人在底层时 遇到过一位贵人 他就是通过这位贵人 了解到进步思想 也是那人出自 帮他赎身和安排出国学画 威廉李和神秘男子 相识相知 相见恨晚 却因为身份等等多种原因 从没真正在一起过 对外也绝口不提 至爱的人 画的就是他的初恋 永不忘记 却也永远无法提起的真爱 所以在离开的那天 威廉李夫人 画下窗外的风景 以此铭记和怀念 随着我说的话 在场所有人 都露出惊讶的神色 随着听着津津有味 完全被我深深吸引 直到一声讽刺的冷笑 打断这份宁静 谭默 你胆子也太大了 仗着威廉李夫人 前年已经去世 没法出来反驳你 就开始胡编乱造是吧 我告诉你 金先生完全可以 告你诽谤造谣的 陈赵的话 把所有人的思绪 瞬间拉回 看着一些人 若有所思的谴责目光 他神色得意极了 可是下一秒 台上的金先生 却面色震惊 谭先生 你怎么会知道 奶奶过去的秘密 这下 陈赵的脸瞬间白了 金先生似乎意识到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连忙宣布 这幅画最终归属于我 就匆匆下了台 看着周围隐隐的议论 和八卦眼神 白家狠狠瞪了陈赵一眼 陈赵低着头 缩回座位里 整个人捏捏的 再也没了前面的 嚣张气焰 简云丝 挽上我胳膊 眼里的好奇止不住 你怎么会知道 威廉李夫人的秘密 白家和陈赵 也一起扭过头来看我 一副很想听到答案的样子 我微微一笑 握住简云丝的先先御手 晚上再跟你细说 这种私密 我当然只说给你一个人 听了简云丝略微愣了一下 顿时绽放出燕丽笑颜 脑后一道刺人的目光 像把刀子搁在我身上 明知道是白家 我却故意装没注意到 只和简云丝有说有笑 时不时点评一下 我所了解的拍卖品 就连旁边的人都夸赞 我知道的真多 其实这些不过是 当年学画时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艺术 仔细钻研过 简云丝笑着向他们介绍 Q大美院的模范生 师从圣手范老 能不优秀吗 看着他一副 欲有荣誉的骄傲大方样子 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意 以前 白家很少带我出来社交 最早的时候 只要有女士靠近我攀谈 回家他就会大发脾气 那时候 我只当他是太爱我 所以吃醋 所以并不生气 只是有些无奈 白家 我是个大男人 你总不能把我 关在家里不见人吧 白家攀在我身上撒娇 那又怎么了 反正我会养你一辈子呀 那些人都脏得很 个个不怀好意 为了让他安心 我淡出圈子 逐渐失去了朋友和社交机会 到最后 他却拿着个扎我的心 不但生活混乱 还总骂我是一无是处的软饭男 离开他就会死 拍卖会很快结束 我和简云斯过去举话 被金先生叫住 面对他的再次询问 我大方解答 七年前 九十多岁高龄的 威廉李夫人 受邀来我校时 我作为学生代表 有幸和他交流过 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金先生眼含热泪 说他奶奶一定非常非常欣赏我 才会告诉我这个秘密 明年初就是精化比全球比赛 化作主题正巧就是至爱 你应该也在准备作品参加了吧 听到这个消息 我脸上的笑意散了 精化比五年举办一次 只允许三十岁之前的人参加 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五年前 我正全力准备的时候 就因为就白家费了手 导师曾经说 如果我当时能参加 很有可能会成为 拿下金化比头衔的 最年轻得奖者 一举扬名 后来 这一切自然是全部破灭了 这次我如果再错过 就超了三十岁 这辈子也就无缘了 冰冷的手掌 被一道暖衣盖住 我低头 看到简云丝紧紧紧拉住了我的手 正想对他说自己没事 白家带着陈兆走了上来 金先生 你不知道谈不守费了 不能再画画吧 不过没事 陈兆会参加的 他也是Q大美院的优秀学生 说不定这次就能拿奖了 提起画画 陈兆终于又找回了自信 故意同情地看着我 我狠狠收紧手指 简云丝眉头微皱 却始终没有松开他的手 回过神 我连忙松开 歉意地看着他 简云丝安抚一下 冲金先生斩钉截铁说 您放心 谭莫的手已经恢复了 这次比赛一定会参加不可能 白家惊叫 我猛地看向他 心里第一次闪过恨意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当初没有救过他 简云丝侧身挡在我面前 为什么不可能 白家 你找的专家没本事 不代表我不行白家神色疑惑 但眼珠一转 重新笑起来 别说谭莫的手指肯定是废了 就算能恢复 他五年没碰画 还能画出什么货色来 可别到时候连小学生都比不过 白白丢人现眼 他一撩头发 语气讽刺 不过到时候丢也丢的是你简云丝的脸 谁让你眼瞎 连垃圾都要剪 活该 陈兆凑到他耳边讨好一笑 说自己一定能拿奖 白家没开眼笑 故意在他侧脸亲了一口 眼神邪腻着我 好 等你拿到奖 我们就订婚 宝贝 你白家的财力和人脉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自以为刺激了我之后 两人携手笑着走了 我这才叹了口气 对简云丝说他冲动了 我手指什么情况 自己很清楚 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简云丝却一脸坚定 谭莫 我要你重新变回 我认识的那个谭学长 有一瞬间 眼前的人 似乎变成了多年前 在校园树荫下 和我并肩走路的女孩 穿着红裙 扎着高马尾 自信张扬和我约定的女孩 学长 我要出国了 你等我回来好不好 我问他 等你回来做什么 简云丝说 等他回来 他有一句话要和我说 可惜当时 我没能等到他 就出了事 回想起曾经青涩懵懂的悸动 我紧紧闭上眼 再次睁开时 满目柔情和心动 我说好 我也想回到过去 找回自己 遇到真正的爱 我很快就和简云丝 飞往M国 他花了巨大的价钱 请到最顶尖的专家团队 专门为我诊断 结果是好的 可我的心却像坠入冰河 谭先生 您手指的割伤 明明不算严重 为什么以前不及时医治 现在虽然能重新手术 可又要经历一次复健治疗 过程会很痛苦 我什么都明白了 终于明白了 埋家 他根本就没有真心 想帮我恢复 他约的专家 每年检查报告 都说手指状况 一如既往的不好 那根本就是假的 估计那专家 也早就被买通了 简云丝听到结果后 默默走出去 避开我不停打电话 三天后 很多愧疚 说要告诉我一件事 不等他说 我先开了口 当初我就白家 那些混混是他请来演戏的吧 我的手指 也是他故意让人来砍的 简云丝惊讶不已 问我既然知道 怎么还会愿意娶白家 我无声苦笑 如果我早知道 砍了白家都不解恨 怎么可能还会和毁了 自己一生的人渣在一起 只是结合了一切 刚刚才猜到的而已 简云丝忽然扑在我腿上 乌叶着哭了出来 我连忙摸上他发丝 别伤心 这不是重新手术就可以好了吗 谭莫 是我害了你 我对不起你 微微惊讶过后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果然 简云丝说 白家从小就什么都要和他争 和他比 大二那年 白家似乎察觉到了 他有喜欢的人 有一次聚会 我包被人撞了 调出一张你的照片 虽然我什么也没说 后面也处处小心 可是没想到 白家他居然能忍到我出国才下手 我什么都明白了 一切都说通了 为什么外笑的白家 会突然频频和我偶遇 为什么他用尽手段毁了我 得到我 又弃之如履不珍惜 我捧起简云丝的脸 替他擦去泪痕 傻瓜 你不用道歉 你没有任何错 喜欢一个人 没有任何错错的人 从来都只有白家一个 简云丝咬了咬唇 我一定会让白家 因为伤害你 而付出惨痛代价 那是当然 我也不是胜负 我会让白家 品尝下地狱的滋味 手术很成功 手指的附件虽然痛苦 但竟然喜人 还有大半年就到比赛 足够我重新拿起画笔 完成一幅作品 更何况 我的创作欲早就蓬勃喷发 等手恢复的差不多 我们就回国了 简云丝消失了好几天 忙着找他哥哥和爸爸谈事 我没有干涉他的工作 专心在他给我精心准备的画室 重新熟悉我曾经拥有的一切 我的天赋 我的灵感 我的热爱 简云丝虽然忙 但是每天一定抽空跟我视频 我要是不盯着你点 你肯定恨不得抱着画板睡在画室 你的手现在不能使用过度 听到没 我让陈嫂顿了梨子之送过去 你喝一点顺便休息休息 对了 阿姨的圣缘有消息了 顺利的话 过几个月就能做手术 这样你也能了却一桩心事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会不停说好 好 从没有哪一刻 像现在这么温暖 幸福 又过了两天 简云丝发消息 约我在Q大佬地方见面 我觉得有些好笑 搞得神神秘秘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翻出了几年前在学校时 最常穿的白衬衣和牛仔裤 对于一个画画的人来说 白衬衣是最麻烦的衣服 因为太容易沾染颜料 我每次穿 都是简云丝约我出去的时候 所以这次 我也特意穿上 时隔五年多再次踏入Q大 我的心境已经足够平稳成熟 没有失落 没有害怕 没有不甘 只有浓浓的期待 远远我就看见一道火辣的红色倩影 坐在湖边的大石头上 穿着红裙 把大波浪扎成高马尾的简云丝 依然是那么明媚艳丽 和四周来往的女大学生 没什么两样 就我走过去那么一段路 她就吸引了不少狂风浪蝶 过来搭讪 我眉头一皱 大步走过去 正想出眼赶走这帮家伙 简云丝却眼前一亮 朝我挥手 学长 你来了 听到她叫我学长 我心里一动 加快脚步 她双手背在身后 少了几分稳重 多了一丝俏皮 我回国了 我愣住了 似乎明白了她的想法 于是顺着说下去 云丝 好久不见简云丝灿然一笑 笑着笑着 眼眸中又有水光浮动 谭莫 我喜欢你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我感觉眼前也有湿热模糊了 好啊 泪珠从简云丝脸颊滑落 对不起 这句话迟到了整整四年 我一步上前 紧紧把她搂入怀里 谢谢你 过了四年 仍然愿意对我说这句话 我单手捧起她的脸 用力亲吻 周围爆发出阵阵声音 有吹口哨的 有祝福的 也有大骂臭情侣 虐单身狗的 不对啊 学校里有着两号人吗 就是 极品大帅哥配超级大美女 我们不可能不认识啊 校外的还来cue大告白秀恩爱 赶出去赶出去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 那男的是谭莫啊 当年封女校园的艺术系男神 眼看四周围上来的学生 越来越多 我牵起简云丝的手飞快跑了 一路上 我和她相视而笑 心里是无比的轻松和惬意 似乎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活力充沛 云丝 接下来你想去哪约会 简云丝眨眨眼 笑容妩媚 如果真的是四年前 或许我还会说 去游乐园什么的 她掏出手机 点开豪华酒店套房的页面信息 我们去这里好好享受一下吧 谭学长 晚上八九点 她撒娇说自己饿了 但不想吃酒店送来的饭 我当然什么都依她 这附近有家老字号小吃 你以前很喜欢吃她家的薄皮细黄小龙 我去买 刚说完我就感觉自己有些毒断了 也没问问过了这么多年 她还爱不爱吃 简云丝单手撑在脸颊边 朝我温柔地笑着 我的口味一直没变 这一下午 你应该最清楚不够了吧 我握紧她的手 之后我赶到几公里外的店铺 排队买完吃的 回酒店已经快十点了 怕简云丝饿着 我脚步匆忙 和拐脚出来的人撞到了一起 不好意思 白家 最熏熏抱在一起的两个人 正是白家和陈兆 看到随意披了件外套 带着鸭绳帽的我 最眼朦胧的陈兆 张嘴就是奚落 谭莫 简云丝把你甩了 你改送外卖了 我懒得搭理神经病 冷着脸就想走 却被白家伸手拽住 被她这么一扯 我本就松散的衬衣扣子 又崩开几个 露出更多皮肤 她从刚才起 就直勾勾盯着我锁骨和胸口 现在更是眼睛发红 你跟谁来这里开房了 我甩开她手 和你没关系 白家却像突然发了疯一样 上来扒拉我 一肩膀的抓痕 呵呵 谭莫你出去伺候人不容易吧 我被她气笑了 可能是云丝情不自禁挠了两下 不过我不介意 自己爱人当然是得宠着 白家视线落在我手里的包装盒上 嘴里呢喃了两句 猝不及防抢过去 狠狠砸在墙上 那个贱人最喜欢吃沉寂的小笼包 你居然巴巴跑那么远给她买 对着我 你就整天冷着个臭脸 对她那贱人就上赶着铁 谭莫 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你是不是知道 简云丝回来了 所以才迫不及待和我离婚的 你们算计我是吧 我原本打定主意 除了复仇外 不会再得白家一个眼神 但是看到她这样发颠 我还是忍不住 一股火从心底腾起 我才想问问你 你到底爱我过吗 究竟是因为爱 还是因为面子 还是因为想报复云丝 我给你炖过多少次 凌晨两点的醒酒汤 你喝清醒了吗 每年你的生日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都会亲手制作礼物 可那些心意都被你当垃圾 随手都在杂物间不是吗 你一次又一次 跟乱七八糟的人搞在一起 我不冷脸 难道还要笑着去酒店 给你端茶地水 不过我现在倒是真的能笑出来了 就算你死了 都和我毫无关系 这下你开心了吗 随着我一句句话 白家脸色越来越白 眼神也越来越慌乱和柔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你就是因为那一年多的照顾 为了报答才娶我的 谁让你一直都对我不冷不热的 谭默 老公 我们复婚好不好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 新婚那时候的甜蜜美好 我也可以去燕国给你找专家的 我也可以送你报名参加金化笔大赛 捡运私能给你 我也可以 看着白家楚楚可怜的柔弱神色 我非但不觉得心软 反而发自内心的想吐 想当年 他就是这样利用我的善良 一点点欺骗我 找混混害惨了我 白家 你今天是和陈赵来开房的吧 祝我们今晚都过得开心 你不用回家再看到一张臭脸 而我也不用傻傻在家难受失落 还要给你熬那破汤了 我转身走的时候 白家跌跌撞撞从身后追上来 虽然我及时关门 但是他却没放弃 一直借着酒精在外头砸门 我没瞒着简云斯 把刚才的事都说了 只是可惜 好不容易买来的蟹黄小龙吃不上了 要不然我们退房回去吧 白家这样闹 你也休息不好 简云斯却笑笑 坚持留下 听着他在外面发疯一样鬼喊鬼叫 想到他内心深处对你念念不忘 我就浑身舒畅 因为我太了解白家了 他其实是真心喜欢过你的 只是从一开始目的不纯 得到你的方式也大错特错 所以心里有鬼 走到今天这种局面 我沉默了 同时又能理解 因为白家的真心里掺杂着算计 所以他也觉得 我对他好都是出于钱 是迫于无奈 简云斯把我拉到他身边躺下 他如果真心实意对你好 好好和你过日子 今天也就没我的事了 所以现在 我可是很感谢他这样发疯 自己作死呢 我摟过简云斯 内心也是无比感慨 门外的吵闹 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了 这一刻 我已经完全想好参赛画作 应该怎么完成了 剩下的半年时间 我过得无比宁静和踏实 和简云斯的感情 也越来越甜蜜亲蜜 作画之余 我们会抽出时间游山玩水 我知道白家一直在监视我的动态 有一次我和简云斯 飞巴黎看画展 发了朋友圈 半夜两点多 他用借来的手机 疯狂给我打电话 老公 我 我喝多了 你有没有 炖好汤在家等我 我直接关机 第二天干脆换了张手机卡 省得怎么拉黑都拉不完 简云斯的圈子 和白家重合度很高 我和简云斯触双入对 就免不了会在一些聚会 碰到白家 而周围人又总是调侃 他默看着冷冷清清 一副不识人间烟火的 艺术家样子 没想到这么会疼云斯啊 就是说羡慕了 还帮云斯挡酒 结果自己才喝一杯 就脸红了哈哈哈哈白家阴沉着脸 重重把手里的高脚玻璃杯 搁在桌上 却不小心磕碎了 炸了自己满身的碎片 白群也瞬间被红酒污渍染花 这一圈都是有钱有食的二代 可没谁惯着他 更何况听说白家家里的公司 出了一点问题 最近笑意锐减 哎哟 白家 你别甩脸色啊 弄得气氛都冷啊 就是 谭莫算是找到云斯这个真爱了 看现在多幸福啊 你也赶紧找个好的 老大不小了 还和那些贪钱图利的小白脸鬼混 也不是个事啊 那天 白家在众人的哄笑中愤然离去 那之后一个月 我都没再见到他出来社交聚会 直到金化比大赛评选最终结果的那天 我才又看到他 他瘦了很多 眼底一片乌青黑眼圈 脸颊凹陷 套了一件普通简单的廉价白裙 可惜 这会儿看着不像大雪出玉石 像一朵水淋淋的茉莉花 现在像是一根失去了养分的哭疼 白家陪着陈兆 神色紧张 等待国内外知名的评审团 从最终入选名单里 爆出唯一的获奖者 那里面也有陈兆的作品 但是我根本就没把那种货色当作对手 本届金化比全球大赛最终获奖者 是来自中国的画家谭默 作品名称裂缝阳光 空中的画布偏然落下 露出我的作品真容 画面里 一只苍白破碎的手 从被荆棘和毒虫环绕的泥潭里伸出来 抓住半空中另外一只纤细 却鲜红炙热的手 发表获奖感言时 我朝着面露巨大惊喜的简云丝 高调时爱 中国有句古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是属于我们顶级的浪漫 我希望能握着那个 把我从绝望泥潭里拉出来重建阳光的人 一直走下去 云丝 嫁给我好吗 简云丝提着裙摆小跑过来 我们在所有人的掌声里热烈相拥亲吻 也不能说是所有人 至少白家和陈兆没有祝福 陈兆被当场点出作品 抄袭了多位小众画家的画作 虽然巧妙融合过 但没有逃过业内顶尖评审的眼睛 这种行为在画圈里等于毁灭性的打击 走到哪都会被唾弃不已 后来我知道 就连母校Q大都特意发了声明谴责 陈兆估计连毕业都堪忧 而白家在看到我画作的那一刻 似乎最后一次灵魂也被抽走了 他一直仰着脖子 呆滞地望着半空中画作下方的那些荆棘和毒虫 我知道他看得懂 那些恶毒的丑陋的扭曲的东西 指的当然就是他 而简云斯也早在半个月前就告诉我 白家彻底破产 业务领域也被其他几家势力迅速瓜分吞噬 不枉费他和自己大哥 还有简夫半年多来一步步走的局挖的坑 当然 简家从中获益也是最大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是和简云斯订婚的前一天 我们难得邀请了朋友 一起去酒吧放松狂欢 灯光闪烁之间 我看到白家在下层最便宜的卡座角落里抽着烟 还被人轮流灌脚 他受得吓人 后面似乎是喘不上气了 推开人群摇摇晃晃走到酒吧后门的巷子里透气 很快 几个黄毛混混摸黑围了上来 白家气性上来 对着其中一人拳打脚踢 顿时惹恼了对方 掏出小刀就把人按在墙上 他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妙 刚想大声呼救 就被狠狠扇了两个巴掌又捂住嘴 绝望之中 他看到了站在路灯下的我 浑浊的眼里顿时泛起光 呜呜直叫 我淡然看着这一幕 和六年前多么相似啊 混混们也顺着视线看到了我 却只是笑嘻嘻的 我点了点头 在白家惊恐的眼神中微微一笑 以前那些割断我手指的混混是他找来的 那么这次会是凑强吗 我转身离去 宣判了白家的结局 以后 他会和我化作描绘的那样 永远在最底层挣扎 腐烂发愁 回到包厢 简云司有些醉了 难得娇称地质问我干什么去了 怎么那么久 和过去做了个告别而已 众人哄笑 说大话家就是文艺 说句话都这么难懂 我微笑不语 举起酒杯 尽美好的明天 全文完 众人哄笑